您有經驗也好 或者是你的一些對於Lightbot的技術 或許都可以參與這個專案 那請下一位的Challens先做準備 那大家好我是哲偉 我這邊提案的是開放式課程的匯流 就針對網路上很多大學也好 或政府機關的開放式課程已經在上面了 但是大家當然就是自己的大學自己網站自己建 所以非常多分散的狀況 所以我們希望做到的就是有一個入口整合的查詢 例如說我踢一個微積分 我可以同時看得到台大的微積分 中央大學微積分 或者中正大學微積分 就是說對使用者來說 甚至我們專案成員裡面包含國中生高中生 他可能對大學的 哪些大學有開放式課程的網站都不曉得 那何況是進到他的網站去查詢 所以目前我們的專案階段是已經爬了一些比較大的課程來源 進行一個匯整 那也做一個簡單的介面 譬如說畫面上是key一個關鍵字去查到不同平台 然後再導流到他原本的平台 譬如說這個是以往的課程平台 所以大致上大家可以直接幫我們使用他目前的介面 就是叫coastapi.org 那其實目前我們也當然前期就是進行盤點 發現大概就是50多個大學的平台 其實還有一部分我覺得對於學習者 特別是在學的學習者跟老師來說 是比較容易忽略的是政府的平台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甚至是農民學院 工業院的產業學習網 或者亞洲系谷的線上課程 其實都是開放式課程 但是他對於開放式課程 我們早期在教育部系統裡面當然比較沒有進行連結 那民間的平台 包含台達電他針對一些工程相關的領域 其實有一個開放式平台 所以包含臨時小學校好像也變成一個開放式平台 所以總之就是這些東西都很分散 那雖然也有跨校的平台 但是很難做全部的整合 那我們當然就是先做一些清單的盤點 那進一步再讓大家來提問 讓大家幫忙填寫一些問卷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有一個整合式平台 大家對它的功能有哪些是最期待的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的時間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我們填寫這個問卷 我們目前也有收集到72份 那其實也進一步整合出一個通用的欄位 就幫每一個課程都可以歸納出六個欄位 做像是課程的schema 所以就可以再接給開發者 也就是說除了你是使用者之外 你也想運用這些整合好的資料 要做一些簡端的應用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來跟我們合作接取 所以我們的專案成員其實也蠻多元的 包含從學校的學生、老師 還有社群參與者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頻道 叫edu-open 的施約頻道 那如果對這個開放式課程有興趣的朋友 都會歡迎參加這個頻道 那我們當然期待說政府這一端 包含像法國或韓國 他們本身對於工部門就有做一些整合 所以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朋友 就歡迎來參加 謝謝 我們這邊請下一位